这个创业是什么要分十个小问题来回答 第一步叫人人都可以创业吗 第二步叫谁是创业的少数人 第三步叫创业的风口在哪里 第四步叫如何组建团队 第五步如何管理团队 第六步如何找到投资人 第七步如何让企业增值 如何面对创业的逆境 一直到如何投资 退出的都是创业的一步一步走 所有的投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但这种解读里面都有一句话是共同的 创业就是赚钱 再通俗一点 创业就是生存 创业在当今的中国 把它太美化了 太伟大化了 创业就是你用你所想做的 你能做的和这个社会需要你做的 三个标准的维度去找到一件事情 如果小爱明天我真的有这种技能去摊一个很好的煎饼果子 我就在SOHO现代城的楼下去摊这个果子 这是一件很伟大的创业 因为我靠自己的双脚 坚实地站在这个大地上 我提供了我所能提供的服务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当今这个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时代 创业没那么神奇 所以如果你决定创业 或者你已经在创业 请务必问问自己 你能不能活下来 如果你不能 切记不要其功尽力 而是要多一些智慧 创业的这条路 并不是九死一生 创业这条路 充满了辛苦 但是有一句话呢 说别人觉得是辛苦 你觉得是礼物 我觉得如果你正在创业的话 你能感受到这种状态的话 那可能你就对了 我基本上创业之后 没有两点之前睡过觉的 所以我的团队在两点 接到我的各种微信 电话短信的特别正常 早上我可能做梦的过程 我昨晚做梦的过程 还是在开着会 早上七点多钟 八点多钟就会自然醒 不用担心 今天会很无聊 因为关于产品 关于市场 关于销售 关于品牌 关于渠道 甚至是关于这份合约 甚至关于你公司内部的 这个员工福利 这些问题你不用 永远它会自己找上你 所以创业之后的日子 是充实的 我们大家是年轻怕无聊 这个创业绝对不用怕无聊 我自己是一个主持人 但实际上啊 主持人创业很多 王凯 凯子说 讲故事 逻辑思维 讲评论 太多了 周到 吴小波频道 这一类我们把它叫做自媒体 爱问不是自媒体 我一直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评论 除非有人坚持说 你要给我书写个序 我最近人生第一次写这个序 我退了一个月 然后最后还写了 觉得胆战心惊的 我不轻易地做评论 因为语言是一个易碎评 我此话一落第二秒 它就不太那么准确了 话说过来就是说 这是一类媒体人创业 媒体人创业呢 首先讲主持人啊 主持人是未来一个 越来越边缘化 甚至都不太存在的一个职业 包括访谈的形式啊 打上很强的个人主持人表 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形式 慢慢慢慢主持人应该 是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 旁边和背后的人 所以这个职业本身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提供 那在美国我们知道的 很多Ellen Show 我本人是Ellen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就集结了 可以奥巴马过来 可以是一个瘸腿的 一个民办学校的农村的老师过来 他帮助人 也有正经的明星的访谈 但是Ellen本人 已经远远脱离出 一个串场的主持人 他是这场节目的灵魂 他的幽默 他的爱心 他的知识 其实他就是这场节目的总导演 慢慢慢慢主持人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就职业主持人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演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发现 本身是个主持人 我就应该带出 我就不应该成为 爱问的产品的一部分 我只是应该 用我可能的智慧 或者管理的经验 去促生一个优秀的爱问产品的出现 第二个是为什么要选 讲人物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冲动 或者已经在 我要做个自媒体 几家直言 恕我怎么直说直言 就所有人都会围绕自己的名字 去做一道评论性的音频也好 动漫也好 视频也好的这种节目 我的反应 我的这个观点是 会活得非常的艰难 因为除非你真的 像罗继思维一样 你占领了这个风口 你占领了这个先机 你积累了几百万的粉丝 或者你像吴小波老师一样 他在财经作家界是 无可撼动的这种江湖地位 但他写的也是企业的故事 他也不是讲自己 所以非常难 你如果有那样的实力 你有那样的运气 你又有那样的一个时间点 你的占领的话 那还是可行的 那未来会比较难 这个媒体创业啊 或者说媒体的转型 越来越从媒体属性 变成互联网属性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移动互联网 所以他第一个特点 他就移动化 慢慢的你会看到 在财新这样的杂志 它有个新世纪 杂志可能非常难卖出去 那我这么关注财经的 我也很少去买那本杂志 买多辛苦啊 人家这个 当然他的APP 非常的活跃 包括彭博商业周刊 APP也是几百样的 这个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 所以他的移动化 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他的特征呢 是他的这个资本化 比如一条这样的一个 微信账号的 这个他的火爆 现在可能有几百万的粉丝了吧 他每一天的阅读过十万家 其实是因为资本的敲动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是高度的重视技术 就是媒体创业 所以不用质疑 今日头条 这是最典型的例 今日头条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是个媒体 曾经还跟媒体打官司呀 慢慢发现 结果媒体就免费的 或者慢慢有偿 或者免费的把内容 入住到今日头条里面 它就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库 当你通过你 比如说你在座 用一个你的QU号登陆了今日头条 之后 它马上发现 你喜欢吃火锅 你经常在北京旁边活动 然后你差不多就是水平做熟兔的 它很快就把这些信息集结出来 就把你 所以你打开的今日头条 就是你的 第四个方面的特征呢 就是社交化 这个是反特征和特征 你很难说 Facebook是不是媒体 它已经是了 你说默默是不是媒体 它已经是 微信是不是 它已经是了 但它做的初衷 它根本就是一个社交 它发现了社交之后 它上面沉淀了这些 所有的人用户 都可以再慢慢地去找到 它新的商业模式 但只要人在 人在 注意力就在 注意力在 媒体卖的就是注意力 你看我的广告 你听我的音乐 那就是媒体 所以它已经有影响力了 第五个方面就是 个性化 个性化呢 比如说全是 我知道还有同性恋 女同性恋 有一款软件 女男同性恋 普遍用一种产品 女同性恋普遍用一种产品 它就在那 在那个小的社群里面 去做它的电商 它也叫媒体 还有一种 在讲 比如说 我就讲美妆 包括现在这个 美道家像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O2O了 但你能说它不是媒体吗 它发出来一个信息 告诉你 今年的这个 明年的春夏装 是这样子的 它一定也实现 它越来越个性化 在一个细分领域 它开始沉淀 第六个呢 就是服务化 现在很多媒体 新媒体 旧媒体都在做这种转型 它慢慢发现 上面沉淀的人 是最重要的 传统的媒体 比如说财经杂志 就是那个财讯集团的 可能最赚钱的 不是卖杂志 也不是卖广告 干嘛呢 办会 一办会 人气来了 互相交流一个名片 然后下面撮合一个项目 做个FA 钱赚到了 OK 所以它慢慢 把这个 它的读者和用户 变成客户 去赚钱 服务化 第七个呢 是这个 垂直化 那太多了 三十六克 太媒体 垂直化 第八个呢 就是这个 产品化 比如说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 艾文顶级投资人 创客法则 我们也在想 我们做 我们就 人物 好 我就在想 是不是能把它 再聚焦一点 那我们做财经人物 财经人物还太范围 我们做这个顶级投资人 就给创业者看 这个顶级投资人 徐晓彬跟你怎么说 徐晓彬跟你怎么说 严严跟你怎么说 顺维跟你怎么说 张磊跟你怎么说 后来发现 它就有市场 我们这一道节目 也是在京东众筹上众筹 那我们的一个 很好玩的这个服务呢 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 也有什么99块钱 199个给你海报 我们有一个创新的 叫1万块钱 非常高 1万块钱之后呢 你就成了这一道节目的 荣誉出品人 一般最后不是打什么 什么这个最后一节目 上电影的时候 就荣誉出品人嘛 那就是你的名字 你可以选择你的名字 也可以选择你的企业 比如我企业叫什么 脑板内参啊 你就把名字打 那好处我们就落地 广东卫视 广西卫视 北京财经频道 落地什么优酷财经 优酷落地什么 巴沙 东行 南行 所有将近100家媒体 也就是这1万块钱 你其实不仅赚了 是一个自己的参与 更重要的是 你其实是一个广告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节目 从每一个问题的提问 到每一个书稿 到每一个镜头的设计 都是这些种意出品人 就是众筹啊 我们有三个大群 全都鸡嘴 鸡嘴巴舌了 这不行 那不行 没问题 我小爱就是一个店小二 你提什么要求 我就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你觉得这个节目怎么做 你觉得到哪一秒 这个音乐应该换呢 咱们就换掉 叫艾文顶级投资人之创歌法则 再讲三个投资人 一个自媒体化 讲逻辑思维 凯书讲故事 但自媒体时代的 这么多可以现在做一个微信 你每个人的朋友圈 其实就是自媒体 你能活下来 你能靠那赚钱吗 你能靠那给你女朋友买花吗 给你男朋友请你吃饭吗 不行 很难 创业 一句话就是赚钱 两句话就是生存 所以把这个先记住 这是要大家思考的 第十个就是平台化 平台化呢 喜马拉雅 蜻蜓 乐视 爱奇艺 都是平台化的这种媒体 那就要靠资本了 因为它资本杂 因为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也现在应该基本的 爱奇艺少百度的钱 腾讯烧自己的钱 喜马拉雅 我知道听说雷军 马拉雅投他们呢 在烧雷军系的钱 那烧完之后 它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 就是垄断 最后喜马拉雅和蜻蜓活了 恰之全死了 那就没事了 那好的一个音频节目 只能在这两个平台上放 那广告主也只能在这上面投 平台模式 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 就算你 恰巧你是陈小雨 你创 陈小雨是喜马拉雅的创始人 你创了喜马拉雅 但是否最后喜马拉雅活下来了 不取决于你是否努力 不取决于你的投资人是否努力 还取决于这个时代 最后选择哪两个 作为最后的垄断者 像滴滴和快递 最后合并了 Uber 成了最后的垄断 那之前的那一大帮呢 很多很多的创业 这个打车的都没了 没了不是这个创始人不行 没了就是这个命啊 他没选你 所以创业要实力 要运己 还要这个时代选择你 OK 再想最后一个 Trendi Trendi就是什么意思 就BAT 像百度 肯定要投降 像百度 也开始媒体化 媒体化就是发展 他开始做自己的百度新闻 开始做自己的这个 爱奇艺 毋庸置疑 要自己的干儿子 像这个阿里 用12亿入股了 这个第一财经 像腾讯 这个拿下了 叫Business Insider 的一个中文版的版权 就是外国财经杂志 在中国的中文版权 慢慢的 他们都开始布局的是一个生态 就这些大佬里面 不仅有 我有金融的闭环 支付 我有电商 我有媒体 他就布局一个生态 最后在中国大地上 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是垄断 就最后你会发现 你的世界 就是BAT三家管着你 其实他们成了这个垄断 垄断是 那就需要政府干预了 因为垄断 毕竟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它要最大程度的决力 它如何保证公共的利益 那就要看民众的力量 和这个政府 对人民好不好 我自己是北微广新闻系毕业的 我的感觉呢是 现在是一个群魔乱舞的阶段 去年 我刚回国 很荣幸啊 北京 这个叫什么 清华大学 五道口学院 要请我去读它的一个类似于EMBA班 我说我不读EMBA 那我们这不是EMBA 我们这叫媒体吧 全是媒体总编辑 也就是说人民网总编辑 中国经济网总编辑 腾讯总编辑 白兔总编辑 你能想到环球企业 压总编辑 你能想到的总编辑 全带人的 一年之后过去了 一百个人四分之三的人辞职了 干嘛呢 想活 互联网金融 觉得要老牌子 赶紧互联网金融 买理财产品的 行可以 然后还干嘛呢 万达 万达是最好做品牌 做公关 哇去了 一年可能从一年12万的年薪 变成200万年薪 掉个个儿 翻好几倍 然后还有做自媒体 我们很多人也是做自媒体 我自己体制力 憋血编稿 还发不出去 拍个片子 播不出来 我自己做自媒体 太多 都在创 都在创 一年前我创业的时候 我从来没觉得 这是一个创业时代到来了 我真的是觉得 我正好就想创业了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 我的心里很平静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资本在我的身边 大佬在我的身边 我对大佬没有羡慕 我不想成为大佬 我只是觉得我在有生之年 能用我的力量 去做一些 有用有趣有料的事情 我也根本对资本没有欲望 我觉得资本 跟创业者之间的关系 应该像一个 像婚姻一样吧 它是一种契约 它是一种合伙人 现在中国有一种误区 经常朋友去刷谁 A轮用了多少 天使轮用了多少 B轮用了多少 我要告诉你 在我访 艾文顶级投资人 这创可法则的时候 我问投资人统一都有一个问题 叫做创业者在什么时候 和创业企业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死 什么时候呢 就拿到钱的时候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突然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努力了 突然觉得我可以套点线 过过更好的日子了 你放心吧 当你作为创业者 作为创始人 都不想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和坚持下去的时候 这个企业就离死不远了 所以当C轮D轮 是有其为死的时候 创业怎么成功 等同于问一句话 我怎么把此生过好 很多从小爸妈就问 怎么过好此 但是你还有一句话 叫做就算你懂得了很多道理 你依旧过不好此生 一样 创业也是 不管你听了多少失败的故事 成功的故事 和顶级投资人的故事 一点都不能确保 你的这个创业成功 创业人如何找到这个风口 风口约等于机会 真正已经找到自己人生方向 真正已经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企业 从来不在这谈风口 他们已经在那了 我经常说在中国啊 跑会的创会的 都是人生迷茫的人 恕我直言 但是迷茫不可怕 越是在迷茫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不羞愧地去谈梦想 去谈初心 越是要不 没有任何羞愧的时候说 我当初就是想这样这件事情 而且我就是愿意把它实现下来 不可怕 不要去想着 现在是做智能硬件好 我也去加入一个智能硬件 现在做什么新能源好 好好好赶紧 新材料 还有什么互联网金融 不行不行 与其让外界的噪音 去影响你的人生判断 你不如每天都想一想 三个问题 你能做什么 现在让你说这一句 你肯定说不出来 我能让你马上拉个小厅室 你也拉不出来 很多人说 小阿 你就错了 我可厉害了 我十年前就混江湖了 我能做的可多了 好 没问题 你写吧 我就姑且你写了一百项 你能做的 第二个问题来了 你想做什么 有些事情是 别人期待你做 父母觉得你做这个牛叉 是吧 你是当公务员 不得了 有些事情是女朋友觉得 不行我就要我男朋友做这个事 或者有些是 是你自己为了虚荣 为了嫉妒 我哪年十年前一个同学 这样干那我也去做 好 please 把这些全忘掉 问问你自己内心 能想做什么 我保证 当时你写的 吹下了一百个牛 瞬间十个都不到了 你想做的就那么几个 行了 那说那行了 我确实我就围绕着 我能做和我想做的 再做着呢 好 第三个也是最残酷的 我们这个年代 我是80号 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我们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年代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活着 第三个问题 问的不是自己 是问这个社会 问这个世界 它需要你这个人做什么 这个就很少很少很少了 它需要什么 总统我们讲的痛点 其实不是你哪痛 是别人哪痛 你去把人家安抚一下 让人不痛 用你的产品 用你的服务 这也叫一个社会需要什么 这三个圈 圆饼的中间的阴影部分 应该差不多就是你人生的方向了 就是风口 简单而言 就是不是外界风口在哪 是你内心的风口在哪 我所知道的创业人 媒体人去转型做公关和品牌的 真正开心的非常的少 媒体人的被训练的这个逻辑啊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信息的搜集者搬运工 我们是铁肩单道义 我们是发现哪有新闻价值 我们尊重的是新闻性这个接近性 我们是告诉大众他们需要知道的有用有趣有料的信息 这是媒体人被训练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是这样被训练的 马云说他是被训练成为一个老师 所以他就喜欢说 媒体人也是 我们就是被训练成这样 但是你当时要说 我是用来到你一个品牌 企业的企业部门去做你的品牌 去做你的公关 我觉得任何的职业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 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而且要尊重每个人更好生活的权利 但是我只想大部分内心其实有了很大的纠结 就是你突然说甲方变成乙方嘛 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了一个对信息有所妥协的人 第三个 新媒体时代如何打造全媒体平台 这个问题是给谁问呢 我觉得是跟那种传统媒体 我们也跟传统的电视台合作 电视台现在的思路就是 我要做一档节目 我能保证这个节目在我的时段不空窗 我要保证收视率 然后我到了现在应该是招商的时间 我要招商 拜托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电视台电视台 这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 我们应该负责的不是说这个频道 我们应该负责的是你这档节目 或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在跟这个传统电视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跟台长直言不会地说 如果说我们要合作节目 不是给某某卫视打造一档爱问人物 爱问什么 而是说你必须确保 这是一档在互联网上 也能生存下去的 也是也有人看的 有人尊敬的节目 然后卫视只是它的一个版本 你只有做成这样 你才能让它活下去 而不是自己在唱独角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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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